20世纪80年代末 玛丽莲梦露的房子正在出售 当时我参观过它 房地产人士告诉我 前房主重做了屋顶 发现整个屋顶都安装了齐挺器 我走进它的后院 脸撞到了一堵看不见的墙上 什么都没有 没有炫光 没有阴影 没有视觉干扰 看起来就像普通的细部空气 但我可以感觉到光滑的实心墙 大家好 在中国古代流传着鬼打墙的传说 人们遭遇到无形的墙的阻碍或者诱导 导致绕圈子 传奇影星玛丽莲梦露的故居 一直流传着神秘的传说 最近一则大新闻是 2023年9月 梦露一生唯一拥有自己产权的房子 也是她一年早逝去世所在地 加州布伦特五都市第五海伦那大道 12305号的房子 差点被鲁莽拆除 新业主获得了拆除许可证的消息 引起了社区广泛的愤怒 建筑部门批准拆除独栋住宅 附属车库 游泳池和仓库 媒体曝光后 当地议会紧急投票暂停了该许可 新业主为何要鲁莽地拆除呢 该房屋的前业主 对冲基金经理丹鲁卡斯 和他的妻子安妮甲们 几年来一直居住在该庄园 女主任 酷似或友谊装扮成梦露的安妮甲们 经常拍摄到灵异现象 并分享到往上 例如一丝梦露的演唱 那么这些灵异是真的吗 我们之前提及的临终关怀护士大卫帕克 他说 在八十年代参观此地的时候 也遭遇过一次严重的鬼打墙现象 甚至撞得头破血流 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嗨 我叫大卫帕克 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件 我正在记录下来 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 大概是八六 八七年或八八年左右 一个朋友来访 我们去了好莱坞 我们过去常常去好莱坞大道上 找电影明星签名 去很多纪念品商店买纪念品 我们碰巧遇到了另外两个人 他们说 我们刚从玛丽莲梦露的家里来 他正在出售 他们有一个开放参观日 他们说 你们可以直接进去 所以 我看着我的朋友说 我们去吧 玛丽莲梦露死于1962年 所以这是在他死后25年 我不知道在他死后 有多少主人拥有他 我知道是加州布伦特伍德市 第五海伦那大道 但那边就像一个迷宫 走到某个地方 然后你必须向右或向左转弯 然后停下来 但我们终于找到了 我们到了那里 走了进去 当然 我们只是惊讶 很明显 我们不是潜在的买家 你知道 从我们的穿着来看 从我们呆呆地看着的样子来看 那里有两个房地产人 他们对我们很友好 他们知道我们只是来窥探的 所以我们逛遍了整个房子 他死在哪个房间是一目了然的 你能感觉到 他握室里的记忆是多么的美好 所以我的朋友四处走动 我从后门出去 绕着房子的一边走 似乎在房子和游泳池之间 这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可能是下午 早些时候 天气凉爽 微风袭袭 我走着走着 突然撞墙了 我撞得很重 因为我走得很快 撞破了我的鼻子 伤得太厉害了 都流血到了我的衬衫上 但奇怪的是 没有墙 我感觉到了 我猛地撞上了它 但是那里什么也没有 它不可能是玻璃 因为你知道 玻璃在阳光照射下 会闪闪发光 或者会在院子里的泥土上 留下凹痕 会有一个基座 然后上升 我可以触摸它 我觉得它很光滑 它一点都不冷 就像室温一样 我把胳膊举得很高 但我摸不到墙顶 我从右边摸到左边 我感觉不到墙的边缘 我开始尽可能地往下伸 但当我弯下腰时 我的衬衫上到处都是血 奇怪的是 你知道 如果你撞到一堵真正的墙 你会在上面流下血迹 但没有东西粘在墙上 它非常光滑 完全看不见 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 所以最后 我把衬衫卷起来 捏着鼻子 试图制止流血 然后我敲了敲墙 完全是固体 但里面什么都没有 什么也看不见 于是我回到房子的后面 引起了每个人的警觉 因为我的脸上都是邪 房地产经纪人 尽快把我带出了前门 我想他们有纸巾之类的东西 他们不想让我血流的满地都是 我知道这看起来不太好 也许他们担心诉讼什么的 我们被赶出了前门 我们走了 我的鼻子肿了三个星期 我问过一些人 他们说 好吧 也许玛丽莲对你的窥探很生气 但她已经离开25年了 所以 有谁知道答案吗 我不知道 为什么 在她的后院 我在的时候 有一堵看不见的墙 这就是我在玛丽莲 梦露故居撞墙的故事 那么你们认为 这道无形而监视的墙壁是什么 它是某种跨维度现象吗 梦露曾在此房产前门 放置了一块瓷砖 上面用拉丁文写着 Cursum Porifisio 翻译位 我的旅程到此结束 那么 梦露残存的能量 是否依然生存在 自我维持的时空小气泡中呢 他在每年这边 内词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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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